副驾这边的翼子板以及车门紧接着 也被帕特拆卸了下来 在这损坏的尾部侧裙上面 打一个洞 用作受力点 将这块内凹的地方拽出来 内板面有一块钢板跟着螺栓相连 所以一般挂钩不会出现反弹的情况 把这油箱盖给它拆了 防止等会切割面板的时候遭受到损坏 刚刚在处理侧裙的时候 帕特发现他这内板面掉出来 这么一堆黑色的东西 看半天也看不懂这是啥 更让帕特好奇的 是他们怎么跑进去的 数量还挺多 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接着把轮拱出变形的地方拽出来 拽这地方可得小心了 因为这没法进行固定 就一个类似钩子的工具 这么勾上去的 把这后备箱内的东西清理干净 拆除掉里面的地毯跟装饰板 还有这些线束 整辆车估计也就车顶不用动 用吸尘器将这掉落的黑色颗粒物清理干净 原来那些黑色的颗粒物 是从这里跑出来的 这看着也不像是颗粒捕捉器 继续把这主架侧裙内凹的面板也拽出来 操作方法跟副架那边基本一样 不过它这边有电器元件 在选择固定的时候需要多加注意 之所以要将这些面板拽出来 就是为了方便现在的切割工作 把这一整块损坏的侧裙切割下来 虽然外面撞的已经不成样子 但它这里面的结构架并未受到损伤 帕特这耳罩挺不错 蹭着操作过程 咱们来聊一聊这奥迪RS5 就这车子跟宝马M3还有些渊源 当初为了与宝马M3抗衡 奥迪在2009年9月 法兰克福车展上正式发布了RS5 其原型车继续在牛宝临北侧赛道进行测试 车身伪装也被全数拆除 在法兰克福车展发布之后 紧接着奥迪在2010年第一季 率先在欧洲市场发售了RS5 这车子的进气格山采用类似奥迪TTRS的设计 车尾则装备有自动升降的尾翼 对了 帕特派的这辆奥迪RS5一共就跑了7000多英里 前车主提车不到半年就给撞成这样了 帕特正研究等会怎么处理轮拱这块问题呢 先把副驾尾轮的悬架配件拆卸掉 取出损坏的半轴 现在就差这根减震器支柱的固定螺栓没拧了 一只手还拿不动 怪重的 帕特现在指的这位置则是控制臂的安装点 咱们可以看到开裂的挺严重 主驾尾轮这边的悬架组件也给它拆卸出来 开始我还以为它这弹簧是被撞分离的 原来这车子用的是扭力梁式悬挂 减震器支柱跟弹簧是分开装的 就这它装在一起 不香吗 搞得这么麻烦 等会还得去订一套新的减震器 原车的这个撞弯了 进入到车底 接下来 帕特准备拆卸掉这个差速器 然后再取出损坏的副车架 给这传动轴先鼓道下来 拔掉相应的接口 将这些固定的螺栓拧出来 该说不说的 帕特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这要换成攒塔瓦里估计都拆不明白